Leo聊刺激 天眼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朝鮮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冠軍邀請賽 冠軍邀請賽最近又開大了 這一次是Viper對上塔塔龍 這場比賽也是游牧地駝 是我們台灣人最熟悉的模式 游牧 那游牧這個開局顧名思義 大家一開始要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作為起點 那這個起點呢 Viper選的還不錯 石頭黃金都有還有鹿 還有一頭豬 今天還不錯 那塔塔這邊也是 這邊也有豬跟鹿 游牧的起手是 盡量要選在有肉類支援的旁邊 盡量上鹿啊豬啊之類的 果子的話不是首選 盡量還是要找這種支援破取比較快 那依照你的文明特性 例如你是什麼西班牙緬甸之類的 寶兵超級強力的文明 也可以考慮卡在石頭旁邊 然後趕快打一個直層戰術 然後用這個海去捕魚 然後增加你的肉量 也是可以的 所以游牧藏地圖的打法 算是相當多變 並沒有一個非常一定的一個開局方式 因為你的開局或因為你的地形而定 因為你不太可能一開局 就在那邊找路訊啊 然後慢慢找 然後浪費很多時間 然後不敲自己的城鎮中心 因為你越慢敲城鎮中心 這就代表你越窮 或是經濟越弱 所以要敲的位走 是要你一瞬間去判斷的事情 所以玩游牧這點是需要 花非常多時間去適應的一件事情 然後 那游牧的一個重點呢 就是你開下自己的馬陀之後呢 要拉五個人去挖伐木 然後趕快按下自己的地燒魚船喔 然後記得要蓋房子喔 因為按房子 按這個村民跟魚船的時候 很容易會卡人口 所以你這個房子也要繼續補 然後村民也要不斷 然後要繼續按村民 然後去拉豬 然後盡可能的用自己的羊喔 去探土 好 要看到塔操在後方喔 這邊在捕魚 白河則是在後方 兩邊的捕魚位置是相對位置喔 是偏遠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結果呢 最主要是因為 因為太遠的村民 如果你離自己的城市中心太遠 將來的時間過長 不如在這邊直接下個碼頭 然後讓他在這邊捕魚 然後用這隻村民去蓋房子 讓他可以在野外工作時間更長一點 這是最好的決定 那塔操確實也是這樣做 但這邊是兩個人喔 這個就蠻奇怪的 可能這兩個人真的太遠了 那這兩個人的話 待會就可以考慮這邊插個魔房喔 繼續吃這個鹿阿 然後果子吃一次喔 也是可以考慮的 不然他旁邊的海濱魚群喔 其實離得有點太遠了 這樣經濟效率會有點差 兩隻村民投資一個魔房 然後吃鹿其實不會太差 而且還有果子 那就要看BIP會不會待會會抓到 好 那目前看到 欸 塔操這邊已經開始挖石頭了 那超限也是像西霸那種的 這個馬戰車在城堡時代初期喔 非常難纏 基本上你要打得贏喔 只能用戰毛兵 跟自己的這個生旅喔 當然騎士也是可以喔 但是要非常大量喔 交換下來很容易被擺給喔 所以還是比較推薦喔 打朝鮮人的馬戰車喔 是用這個生旅會比較好 好 我們先加速一下 那BIP這邊選擇的文明喔 是這個熱奈爾奴手 熱奈爾奴手是對騎乘單位有外增傷的 例如打對方騎士阿 或是馬攻單位都有 所以他待會打馬戰車的話 意大利人的熱奈爾奴手 也是有這個傷害加成的 好 我們這邊看到朝鮮 直接拉了四川過來 看起來是要來塔攻了 那朝鮮塔攻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的劍塔是會自動升級的 好 所以BIP這邊 這邊就會有點劣勢喔 但BIP這邊 空間時代還沒有大雪喔 好 現在兩邊還在空間時代 所以這個 朝鮮喔 這個劍塔是不會升級的 BIP直接把對方給趕跑了 這個劍塔也沒有劍好 如果是我應該會直接劍好 剩八十幾% 剩十二% 不把它蓋好的話 你把它取消 你也只能拿回二十幾個石頭而已 那BIP這邊如果待會生到吃貓 保持到彈的血而有這個減免費用 所以待會他生這些防護劍塔 還有彈道血的壓力喔 也會比較小一點 好 結果塔到在後方 直接插起了劍塔 要來扣木頭 BIP這邊反應非常快速 這邊直接果斷的放棄了這一坨的 經濟 好 這邊有看到 OK 那這一波攻勢BIP來說還打得不錯 防守來說還算蠻即時的 好 這邊直接取消打爆 欸 這個有取消嗎 我們回頭看一下 應該是 有 OK 49滴血的時候突然歸零 這個取消的非常即時 好 這邊在不易跟劍塔 想要來控制自己的金礦 這邊讓兩隻村民去打村民 做個反擊 村民被打只能跑掉 那就要看意大利這邊要不要打一個連環塔 但是這邊連環塔可能會來不及一 所以也只能拉走 稍微解釋一下什麼是連環塔 連環塔就是在劍塔的射程範圍內 在劍印跟劍塔 如果你前面這個劍塔在蓋的時候被打 你就可以拉一些村民到後方 駐近村民到亮環塔裡面 然後增加亮環塔的劍死傷患 去防守前一根劍塔 這個打法算是以前 早期世紀帝國裡面比較常用的戰術 這個戰術逐漸被淘汰掉了 也主要是因為推進的速度不夠快 雖然防進攻能力很強 但是燒的東西太少 龍時代被拖到之後 對方移生到城堡時代 插個城堡或是投資車 很快就可以拆掉這個連環塔的進攻了 朝鮮人這邊打算 沒有要繼續進攻了 直接開始吃血入選 NVIPER則是在前方開啟了一個新的魔防 準備要來吃果汁打獵了 NVIPER這邊的肉量非常足夠 再賺個100肉左右 就可以升城堡時代了 原NVIPER這邊升時代是有減免的費用 NVIPER這邊是義大利人的關係 升堡時代想打什麼都可以 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三攻三防都有 除了沒有擊兵基本上都能打 NVIPER這邊出了兩艘戰艦 防守一下自己的漁船 NVIPER這邊的漁船也是相對便宜的 只有他可以減免15%的漁船造價 朝鮮這邊是決定要兵分兩路 繼續進攻NVIPER的漁船 好這邊第一時間結果掉VIPER殘血的戰艦 這邊戰艦過來支援VIPER還陣可能要打輸囉 左邊這裡又一艘過來 這裡看起來非常不妙 好又兩倍速稍微看一下 OK第一艘拿下 好右邊戰艦果然被收掉了 那VIPER的漁船只能跑了 這邊應該是不會再繼續出戰艦過來防守 因為他這邊已經快要升到城堡時代了 一升城堡時代之後3TC開農 也是個選項 雖然失去漁群喔 經濟上來說會有點小傷喔 但是如果你要再出更多戰艦喔 去奪回這個漁船的話 可能會有點太浪費資源了 不如就直接入地開農起來 好那這邊VIPER轉出了幾隻刺猴 這隻這幾隻刺猴就可以讓對方 沒有辦法好好的過來插箭塔 而且也可以去阻止對方生率喔 待會城堡時代升清奇兵 還可以去阻止對空減生物 那刺猴開局其實在這個 游牧來說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通常游牧大家大部分打的還是打直層的 那朝鮮這邊也升到了城堡時代 MIPER點下了一級馬坎 還有品種 增加一下赤火的血量 那只剩下朝鮮這邊 這邊繼續有挖石頭 義大利這邊則是 沒有再繼續挖 只有一個人 可能才會晚點打寶兵喔 好這邊決定要繼續插箭塔 想要來控石頭 只拉兩村來蓋 有點... 有點危險吧 呵呵 這看起來很不妙 好這邊趕快敲修一下 長壁過來 在這邊看到蓋箭塔 這邊自動升級為防禦箭塔 好這邊自動升級為防禦箭塔 好這邊自動升級為防禦箭塔 這邊要拉什麼 不直接拉村民來打嗎 對阿 直接拉村民來打 更實際吧 只有兩村在蓋而已 好 白盒這根箭塔可能蓋不起來了 就算蓋起來也沒有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好有點白給了 好直接拿拳套開扁 白盒這時候升級的奴炮戰艦 的升級 居然還是要打海戰 好後方這邊有少量戰艦 也是過來打白盒的 這邊火戰船是騷擾 但這邊火戰船中的升級好 白盒火戰船能夠打得已嗎 好 這邊是鬧城堡時代 產出了騎士 但朝鮮這邊是轉出了 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還有奴炮戰艦的升級 好結果白盒這邊的海戰好像又打輸了 對方這五艘 六艘魚船還在繼續捕魚 好 戰艦一出來又被再度激活 朝鮮這邊的火戰船也升級好 好 好 MIPER這邊沒有打算開出3TC 而是努力騷擾進攻當中 原理的對方家裡實在太近了 那其實MIPER這裡也可以開始爆挖石頭 這邊直接插來一棟城堡 碰他的金阿 市集阿 還有這個城鎮中心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在這邊再繼續進攻 再插一座城堡 直接控石頭再金礦 他又只能繼續往後撤 其實寶推戰術對MIPER來說 這個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當然可能MIPER是有點顧慮到 朝鮮這邊也有在挖石頭的關係 待會過來插城堡的 可能是他 而不是就是MIPER本人 那如果對方會來插城堡的情況下 MIPER最好的反制方法 就是出兵 出騎士阿 生旅之類的單位 或是投資車 阻止對方來蓋城堡 都是一個MIPER的抵禦方式 這兩隻騎士做到一點事情 砍掉了一村 應該可以再拿掉一村沒問題 趕快要走囉 這邊騎士先撤退 回家補個血 再按一隻生旅 待會生旅可以再繼續按一下 這裡補一下血 哇 他想要上來這邊蓋城堡中心 結果這裡有一個小型軍隊在這邊等著 好 護士車種出來 大馬戰車也來了 直接抓包 好馬戰車出來趕快走 哇一出來馬戰車就要白給 哎呀被招掉了 尷尬 這個馬戰車很貴啦 好這時候 VIPER點下了二級伐木 那在打架的時候 大家都很容易忘記去點這個 經濟科技喔 這是很正常 那VIPER也不例外 好 這裡有點人送掉囉 保險 跑掉了 好 VIPER這邊 撤退之餘喔 還撿了一個生物 偷偷往回撤 好這裡再補一隻生女 那現在VIPER的重點喔 就是要趕快出生女喔 去做防守 那接下來就要看 VIPER要把我轉出 勒納弄手喔 去做反擊喔 不然就是要出戰毛兵阿 之類的 騎士只能守意死喔 沒有辦法守住 大量的這個 朝鮮的馬戰車 朝鮮這邊的目的喔 就是要趕快爆出更多馬戰車 給VIPER更大的壓力 現在肉類非常吃緊 VIPER這邊的海戰已經 選擇了放棄喔 沒有再繼續要來 進攻了 好但是朝鮮這邊肉量 一直有在過喔 這個碼頭一直有在蓋 把這個天然的魚群喔 吃好吃滿 這裡有很多鮭魚群 跟私人魚群 可以慢慢吃 好這個劍塔 中午有機會進去 直接用騎士來解掉 躲回這塊木區 兩邊處於一個開農階段 朝鮮這邊補下了 非常多的馬戰車 來到第五台了 白河這邊則是 轉出了雙修道院 開始轉生旅防守 好直接開招 好 能招得到嗎 再往前走一下 沒有辦法 用蛇去探路 哇 剛剛這邊斷招翔 這兩隻生旅 應該只能招到一隻 哎唷招到兩隻 招到之後馬上往右走 白河這邊操作非常迅速 本來會損失兩隻生旅的 當然這邊細節操作的關係 活下來一隻 還不錯 兩隻生旅 換到兩個馬戰車 還活了一隻生旅下來 這也是 目前朝鮮遇到 生旅比較難慘的一個問題 好 投石車過去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馬上就要被解掉了 OK 投石車不是解馬戰車的 好方法 這一點大家可能要 稍微注意喔 因為我最近有看到新手 在拿投石車在砸馬戰車 雖然不是不行 但是就是很虧啊 數量不夠多的情況下 也沒有辦法有效的反制 當然是那後期的重頭 經濟夠好的情況下 打馬戰車一定是沒問題 當然這個城堡時代初期了 一兩台投石車是沒有辦法 阻止最煩馬戰車的 好 好 目前看到後方 MIPER又拉兩隻斜師到後方 變爐爐小小 哇 又抓到了三隻四隻村民 殘血的村民拿不下來 還要再一刀 哇 不熟 可惜了 但是這邊村民差距打了出來 60村對上62村 MIPER突然反超村民術 好 這時候義大利人 MIPER點下了 宗教狂樂 宗教狂樂 點完之後 聖旅的移動速度 也會更快一點 對於招槍來說 也會有一定的幫助 那MIPER這邊也轉出了自己的 雙TC 算是3TC 開始挖石頭 可以蓋動城堡 這邊城堡的位置 可以稍微想一下 這邊應該是蓋不了的 左邊這邊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對方是那種馬戰車的關係 可能要去蓋城堡也不太好蓋 不然就蓋個中心點 蓋在家裡這個位置 直接蓋這個高地 也行 這邊僧侶有點 不小心沒空好 但是有宗教狂樂的關係 僧侶走得很快 第一時間回頭遭翔 能夠遭得到嗎 哎呀來不及 好 現在馬戰車來到九台 通常九台這個數量 就會有點難解了 我們剛剛說十台 九到十台左右 這個數量 僧侶要非常龐大 而且手術要夠快 才可以解得掉 而且這裡不單單只是 只有馬戰車 連長槍兵都有 BIPER這邊第一手術 拉了非常多的僧侶去招翔 但這邊只招到兩台馬戰車 正面BIPER有點扛不太住 好 城堡這邊快要蓋好 這邊要來砸村民 一發 哎 結果點到城堡 哇 頭子車也被解掉 正面繼續著想 後方馬戰車也收到城堡裡面 增加一下箭矢的傷害力 好 完蛋了 BIPER這邊被蓋一棟城堡 好 這裡再繼續蓋多 蓋下更多的房屋箭塔 朝鮮城堡寶推 直接插爆了BIPER的黃金處 還有農田 這就是我覺得 有時候正面需要一棟城堡在的關係 正面沒有城堡很容易就被 被對方寶推了 或是房屋箭塔直接插進來 所以BIPER插這個位置 似乎有點小小失散 但是BIPER是站在更高的戰略層面 去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他想要控住這塊的高地 待會後面後面這些區域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但正面如果沒守住的話 也是有點 形同虛色 可能BIPER剛剛很自信 就是用自己的僧侶跟投石車 還有騎士 就可以阻擋對方來蓋寶 當然認熟BIPER已經點下了帝王十代 那就還行了 然後帝王十代一出來 馬上就可以造出自己的 狙行投石機 開始來拆除前方這棟城堡 右邊這邊也圍毫 不用馬戰車在做防守 這裡馬戰車能夠來得及出來嗎 BIPER在後面想要硬蓋 好 稍微蓋一下擋住 選擇車退 馬戰車又被遛了回來 超前這邊出了一台新車 哇!BIPER這邊四村直接被拿下 BIPER在家裡也補下了一棟城堡 一升到帝王十代的BIPER 是優先點下的印刷技術 繼續用勝率可以來控制馬戰車的騷擾 這個箭塔可能要直接被拆掉了 你看這個就是馬戰車非常無腦的一點 城堡十代非常煩 好 巨型投擲機出來 但是巨型投擲機裡面的防守會有點危險 還是要靠一點 生旅喔 還有這個熱奈亞弩手 熱奈亞弩手主要是防下對方騎士 或是輕騎兵過來 好 這邊再招一下 又招到了一台馬戰車 馬戰車的數量左右有點下降 好 但這邊勝率沒有控好 可能要送掉了 好 上方這邊大軍直接壓進 BIPER直接用了非常多的衝兵過來扁掉了衝車 朝鮮這邊沒有成功 可以擋下BIPER這一波的帝王巨頭開拆 好 這邊巨型投擲機可以繼續往前了 當然還是要小心馬戰車 馬戰車的數量來到了十二隻的數量 下方這四台戰車還是沒有辦法 解的乾淨 這裡挖金換挖的還是有點危險 這時候BIPER點下了二級射 增加一下熱奈亞弩手的射程 那熱奈亞弩手射程 手算是比較短一點的 好 這邊再招了一台馬戰車 拉了幾隻村民想用過來修理衝車的部分 哇 結果衝車 沒有辦法來得修 後面的城堡直接射爆了村民 哇 這個潮血 是不是把義大利人這邊當 讓AI再打 覺得不會去控城堡去射村民 阿村民來修衝車 這個只有打AI跟戰役的時候 才會看得到的畫面 打玩家有點 有點可能會被對方秀 好 好 倫亞弩手 開始可以量產出來去反製馬戰車了 而且BIPER這邊已經有點下彈道雪 這邊想要過來繼續插寶嗎 還是劍塔呢 往右看這邊很多農田 但BIPER已經看到我村民過來 來 第一時間拉了非常多的單位 過來防守 聰明可能跑不太掉 好 這裡要來一次蓋堡 直接蓋在BIPER左邊的農田地帶 為什麼潮血要這樣做呢 明明知道對方有劇情投擲機的情況下 是因為他想利用城堡被拆除的時間 去爭取時間 然後趕快點個地龍師帶 或是產出更多的兵種防守 好 所以這個打法並不是沒有用的 可是要來爭取時間 好 這邊大量馬戰車過來 施塔馬戰車直接硬扛正面 後面的兩隻勝率也是努力防守當中 LIF這時候點下了一級的弓兵鎧甲 開始要來提升熱納爾弩手的防禦力了 好 熱納爾弩手稍微反擊回去 好 開始正面打得贏了 六台馬戰車配上八隻的熱納爾弩手 這時候BIP點下了化學 增兵技術 好 拉了一台巨型投資機下來 這應該是旁邊產出來的 開始拆除左側的城堡 但還好這坨機沒有被燒得到的非常明顯 還是可以繼續挖 好 上方的位置慢慢BIP突進了進來 朝鮮人這邊被迫點下戰毛兵的升級 但還好 朝鮮人本身 弓兵鎧甲都是免費的 所以待會戰毛兵出來也是可以馬上使用 好 那這邊義大利人 繼續給壓力 朝鮮人這邊要趕快點下帝王 不然時代入獲得太嚴重 好 可以點帝王了 好 點下帝王時代 來 戰毛兵開始在量產出來 好 這一坨勒納奴守過來 但還好 戰毛兵已經有數量了 點掉一隻村民 好 用戰毛去追逐 但是沒有彈道學打得有夠歪 好 這邊想要圍住 不想拉一盆走過去 能走得過來嗎 哎呀 再一村 再一村 還想蓋十牆 啊 蓋到了 哇 白盒這邊殺了大概六七村有了吧 這有點划算了 OK 送掉 好 白盒這邊已經打出了經濟差距 一百二十九村對上一百零六村 好 白盒這手點下三級伐木 經濟開始控好 而且手推測優布 反正是朝鮮這邊 連二級木都沒有 二農二木也沒有 輪走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白盒還是比較注重經濟的打法 用經濟壓制對手 才是正軌 好 白盒這邊前線改動城堡 中間白盒要來前置蓋城堡 有銀刷技術的僧侶射程實在非常遠 這個招響距離 好 這裡時候補下了三級的騎士鎧架 好 倫娜弩手直接第一千被擊火 還有馬戰車 馬戰車被戰盲兵打很痛 但這邊千奇兵打戰盲兵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非常多的戰盲兵被新奇兵瘋狂擊火當中 白盒這邊的馬戰車怕被送光 還好這邊用射盾要招了幾隻馬戰車過來 當肉盾 OK 有效的時間阻止對方進攻 這棟車寶蓋起來 朝鮮這邊可能會很難打 勒娜弩手正面擊潰了非常多的馬戰車 還有戰盲兵 而且這時候三級馬卡已經補下了 新奇兵可以繼續噴出來 勒娜弩手也可以繼續鏟出 巨女投射機開始往後架 應該是往前架 搞定了 這時候打贏了 朝鮮 這時候塔塔打出了拒絕 最後這一波打得非常亮眼 前後進攻 也不管你有沒有戰毛兵 反正我就是用肉馬淹過去 因為我資源相當夠多 然後後面就是大量的森女 配上熱娜弩手 去針對你後方的馬戰車 朝鮮遇到這個搭配組合會非常難受 一定要即時轉出長槍兵 配上大量的戰毛 才有可能擋得住 但是這個情況 雖然朝鮮來說 是有可能擋得下來的 但沒有辦法 因為來不及 這個時間給的不夠多 白普這一波進攻時間點相當恰當 而且剛好這個時間點可以讓他噴出所有的資源 讓他轉成軍力 變成200人口 接下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義大利人15個木量 贏過了朝鮮這邊 畢竟對方只有點一個一級木 這個經濟差距實在差距太多了 黃金呢 則是朝鮮贏下了1000多的黃金 石頭則是贏了大概10塊 10塊石頭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